9月17日,中国吉林第14批原科威特医疗队从长春启程前往收缘国,执行为期一年的原外医疗任务。 自1993年承担原科威特医疗队派遣任务,吉林省已累计派遣出211人次。 据悉,此次原科威特医疗队共有17名队员,包括9名医生、7名护士和1名翻译。 这支医疗队原计划在今年1月派出,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科威特航班熔断等因素影响,推迟至今。 中国吉林第14批原科威特医疗队队长王振华介绍,他们将赴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康复理疗医院工作。 在那里,中国医生开设了理疗诊室,主要从事针灸、拔罐、按摩等中医治疗。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,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,接受过中医药、针灸、推拿或气功治疗的人数,达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。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郭统通介绍,科威特当地医院为中国医疗队建设了新诊室,越来越多的科威特患者慕名而来接受中医治疗。 要传承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医的这种手法,在当地非常受欢迎。 几十年来,我们的老患者,包括我们一些新的患者,悟名而来,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支中国原科威特医疗队在那里工作。 目前,吉林省有两支原外医疗队,分别援助科威特、萨摩亚,前者以中医为主,后者以西医为主。 除了在当地开展诊疗工作,原外医疗队还会做医疗技术培训工作。 将来,原外医疗任务结束后,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,帮助受援国提升整体医疗水平。 余登全群 沙发 余登全群 同日 同日 距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